是你 先生 小姐救救我 他们在追我 他们要是抓到我的话 会把我打死的 救救我 救救我 好 快 自己上车 快 快 快 上车 站住 站住 站住啊 你真是的 是个笨蛋 紫禁 你们认识啊 哥 是不是刚才在妓院碰到的那个 紫月 紫禁 紫禁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 妈 你看紫禁 菲儿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我要下车 菲儿 你听我解释好了 我不听 我不听 我就要下车 听车 我要下车 小姐 还是我下车吧 我不是妓女 我是被她们骗到上海来的 谢谢你们救了我 菲儿 你误会我哥了 是我带我哥去妓院的 紫禁啊 一个女孩子家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伯母 我哥呢 是要做九一八四年纪的采访 当年有很多东北女孩子 流落到街头 无以为生 就被骗到这儿来了 我陪我哥去呢 就是想给她做个证 省得被人知道 她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你刚才在气头上 我说你能听得进去吗 我 我 刚才那个女孩子 她不是妓女 她是被骗到这儿来的 紫禹说得没错 我碰到她的时候 她正要逃跑 紫禁 你说的都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啦 你信不过我哥 还信不过我 好了好了 那紫禁 我们把那个姑娘 搁在街上 她可怎么办呀 现在这种事太多了 没办法 不过 就看她 有没有那个造化 命好不好吧 我觉得我们 还是应该回去一趟 走啊 唐老板哪 这事真是对不住您 真是对不住了 拿银子来 快点 咱们就这么点啊 哎呦 唐老板哪 您给我的 可就是这么多呀 我一个子 都没有动您的 我 我的小妹儿 都快被你们的姑娘弄没了 一点补成都没有啊 如果今天晚上 你再不给老子一个圆满的答复 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嗯 子剑 还在那儿吗 不在呢 走吧 走吧 再加一百大洋 算是补偿 咱俩就扯平了 如果不加的话 明天我就叫四川帮回的人 来跟你们谈谈 到那个时候 可这不是一百块大洋的事儿的 嗯 给我取银子len api 这沈先生这么客气 有什么事您直说 坐坐坐 长颜道秋吃母蟹春吃宫 记住 这个季节吃螃蟹要吃宫的 谢谢 谢谢局长美意 有个事啊 得跟你说呀 那人啊 什么都挺好 就是生不出来 我说 娶个小的吧 他又不干 难哪 这沈先生何许人也 也 也会被这种事难住 我的岳父是什么人 你还不晓得 我现在的地位 还有家当 都是他给我弄的 沈先生 我去给您物色一个 模样标致 身子干净的 到时候 等他生了孩子 你花几个钱再把他打发了 不就行了 这个想法不错啊 来来来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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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呢 做这种事 要上下打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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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小意思啊 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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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骗来的 仔细瞧瞧 这是什么 骗子 骗子 把他绑上 带去客房 今晚上 我就让你接客 走 快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老娘我只管好好活着 走吧姐 走 可别气坏了身子 一群飞勇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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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哎 晓芳 让那你再来 你别忘了 那你也不忘了 你也不忘了 这也不忘了 尽管你 我忘了 那么和我 全都已经不忘了 你不忘了 你的真相 我也不忘了 只要你 其实能不能 讨个公道啊 二顺兄弟 这事儿 是春花和秋叶干的吗 活该 甘姐的活该啊 没训好的大洋马就让人骑 唐老板也活该啊 想吃仙桃扎一手毛 胡 胡爷 这 您越说我心里越糊涂 您到底是向着谁啊 二顺啊 那个唐老板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那是我胡文林的地盘 也就敲点钱算了 要不然 甘姐早就没命了 我们唐口里的人哪 得讲道理 这事我管不了 胡爷 我问你 那两个丫头都跑了 没有啊 春花我逮出了 秋月跑了 二顺 唐老板没碰过他们俩吧 没有 就对没有 那就好 你跟甘姐说 晚上我过去啊 好 谢谢红颜 这不是又不是 我哪儿 就像那这帖子 那儿 你 就像那样 这大家 那我 说 都不认识了 没什么事 对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儿 飞儿 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是没有找到 飞儿 飞儿 秋月姐 秋月姐 你吃点东西吧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阿秀 这两天店里面的事情太麻烦你了 没事 你早点休息吧 快去吧 秋月姐 你可记得要把饭吃了 去吧 哎 三天 二天 二天 一眼 天 一眼 四天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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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健没死 那他 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啊 菲儿 真是对不起啊 子健登报声明 和我脱离了父子关系 这事我只能请你出面了 伯父 咱们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 子健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想请你出面报警 报警 会不会把日本人逼急了 报警是假的 其实我的目的 就是想给日本人施加压力 好 对了 伯父 我一会儿说的那些话 能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吗 要是传不出去呀 严警长也不会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好 嗯 菲儿 严警长 好 请 请坐 谢谢 严警长 李先生的事 还得请您多帮忙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怎么说我们都姓严 一笔写不出两个言字嘛 能帮忙我一定帮 不过老实说 这件事情挺难办的 李先生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为了不刺激对方 伤及李先生的生命安全 你们现在不方便公开报警 因此 我只能在私下里找眼线去打探消息 而且 要做得很机密 不能泄露一点风声 严警长 这些钱 您先拿着用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想办法 您客气了 不过 如果三天之后 还是没有李子健的消息 我就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把子健失踪的事情 公众于事 严小姐 你要干什么 前两天发布会上 子健可是说了 如果他不明不白地死了 那么就是日本人干的 子健也是上海滩有名有姓的大记者 日本人为了不背这个黑锅 说不定会出面找他呢 对 你拿好啊 您拿好啊 再来 谢谢啊 七月姐 阿绣 七月姐 怎么了 去把你强子哥叫过来 秋月姐 您需要点什么 小姐 我看看这个 还是正经营生好啊 年龙先生 李子健 刚才严小姐的话您听见了吧 她说三天后没有消息 就开记者招待会 这个女人 什么来历 一心百货老板 严鸿生的女儿 李子健的未婚妻 想不到李子健的 未婚妻很漂亮啊 怎么 凌文先生对他有兴趣啊 胡先生 我到这里 是为了维护大日本国的利益 不是为了某个女人 是 严警长 如果这个记者招待会开成了 我们以后的合作就不好办了 好好 我约了他三天以后还在这里碰面 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 胡老板 可不敢把事情做绝了 他的父母亲 可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 闹大了弄不好 把我装进去啊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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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